我們騎機車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排放了這個污染廢棄 這樣後方的機車其實增加它們的鋪路濃度 同時我們其實也吸進去前車 前面的汽機車的這個排放的污染物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夠做捷運的話 其實就是減少自己的排放的這個可能性 好 這個一整年平均如果仍然是2、30的話 那當然長期下來是會有健康的影響 可是如果說是2、30的這個 Mine-to-Graph per meter只是少數幾天發生的話 其實我也想就是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大家要關心 要自我防護 但是不要太驚嚇 不要說每天看到30就嚇到睡不著覺 這樣對健康可能更不好 然後就有人說 Furthermore 下水的泳污染 然後就要 1965分了 把它現狀態上發的 它會有弟兄弟的 EPS 這就是耳化的機車 就像旺盤那樣這樣子 我們可以有受伴的 協助的就可以當成功